今天要講一個問題 叫胃器 有些人說 我吃了東西後 就有東西頂住胃 其實只有三樣東西可以頂到胃 你猜不到哪三樣東西 其實我講出來後 你會覺得很好笑 這三樣東西就是固體、液體、氣體 如果你說我真的沒有吃了十隻叉燒包 應該就不是固體頂住胃 我真的沒有喝了十碗湯 應該就不是液體頂住胃 剩下一定是氣體 即是說現在有很多胃器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那些氣是從哪裡來的呢 在一個邏輯的角度 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 這些氣是胃製造出來的 二 這些氣不是胃製造出來的 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胃的 如果胃本身是懂得做氣的話 人人都有胃氣 但現在又不是人人都有 例如你和一班朋友吃一頓飯 吃完之後便有胃氣 人家沒有 但大家都是吃過幾隻菜 應該就不關菜菜的問題 而且大家都有胃 如果胃氣不是胃製造出來的 當然就是另類的東西 這些另類的東西能夠做到氣出來 應該就有生命 即是說現在有些東西 就住在胃製造出來的 但是我們唯有胃酸 胃酸便會拿死它 那有甚麼東西 第一,不怕胃酸 第二,住在胃製造出來的 第三,又懂得做氣 這個就是幽默狼旋菌 有些人說 我驗過,沒有幽默狼旋菌 在這裏就要提醒大家 以後你做任何的測試 如果測試是驗不到 不等於沒有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譬如說現在醫生 同一個病人做電療花療 做完之後就做全身的掃描 那就掃不到癌細胞 那醫生可不可以跟病人說 你已經好了 不行的 因為這個掃描 起碼要有1000個癌細胞才掃得到 如果病人家剩下300個癌細胞 是全世界沒有一個機器看得到 即是說每一個測試都有測試極限 譬如說你現在做一個胃鏡 胃鏡是一個光學鏡片 光學鏡片最多可以放大600倍 這裏看到細菌要放大到1000倍 這個胃鏡只能看到有沒有發炎 有沒有蜥肉有沒有潰揚 是看不到細菌的 如果醫生幫你抽些組織 一定會抽中的 抽不中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這個幽默磷酸菌 它有一個勾的 可以捕入胃那裏 就勾住胃壁 因為它經常勾住胃壁 令胃壁經常分泌胃酸 所以有胃氣的人 通常都有胃酸的問題 或者胃炎的問題 那為何會有氣呢 你回想一下 每一次你吃些稍為 澱粉質多的食物 譬如說一塊糯米飯 一個叉燒包 那些麵粉 那些澱粉質 就會被消化成為糖 那些葡萄糖 就會被細菌轉成氣 現在有些細菌勾住胃壁 如果我們可以 將那些勾住胃壁的細菌脫勾 如果在飯前15分鐘令它脫勾 那15分鐘之後 那些飯菜就去到胃了 胃開始消化了 一直開始消化 就好像在搓麵粉一樣 將得了的細菌和飯菜 就搓在一堆 搓在一堆 就排出體外了 所以有什麼方法令那些幽黄旋菌脫勾呢 健康食品叫做黑加輪子 我吃飯就是三餐飯之前的15分鐘 放兩匙瓶的黑加輪子提成 放在口裡 但不要用水沖下去 因為水沖 一沖就沖到小腸過了龍 我們要讓黑加輪子留在胃裡 那怎麼做呢 就是不要氧水 等口水淹它下去 這樣吃一天 胃氣已經少了很多 吃到第三天就剩下好小胃氣 不過好小胃氣就是還有好小細菌 那時候一停 好小細菌可以繁殖 所以你大概吃兩個星期就沒有了胃氣 為什麼會來到陰無狼酸菌呢 就是魚山會有陰無狼酸菌 不乾淨的魚山 所以吃少些魚山就少機會有陰無狼酸菌